你说,为什么世间会有监察院呢? 陈萍萍的话像是在问阎兵云,又像是在问自己 阎兵云眉头皱得极紧,脑子里其实还停留在先前的震撼之中 院长大人对陛下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陛下对院长大人的恩宠,更是几乎乃亘古未见之殊荣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陛下,阎兵云下意识里开口说道,却马上闭上了嘴巴 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鸣 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灾恶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 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像柴虎献媚 陈萍萍忽然哈哈笑了起来 阎兵云太熟悉这段话了 所有监察院的官员都是看着这段话成长起来的 因为这段话一直刻在监察院前的那个石碑上 金光闪闪,经年未退,落款处乃是三字 叶青梅 而如今的天下都已经知道 叶青梅便是当年叶家的女主人 小范大人的亲生母亲 其实这段话后面还有两句,陈萍萍闭着眼,缓缓说道,只是从她死后就没有人再敢提起 你回家问问若海,她会告诉你,这两句话是什么? 是 盐冰云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只化作了这一个字 小颜公子坐着马车,急匆匆地赶回了盐府 一路上不知道是天气太热,还是内心深处太过惶恐的缘故 汗水湿透了她那一身永久不变的白色衣衫 穿过并不怎么扩大的后园 一路也并不怎么理会那些吓人的问安 她满脸凝重地进了书房 书房之中,已然退休的盐若海大人 此时正与一位姑娘家对坐下棋 棋子落在石瓶之上并没有发出太多的杂音 那哑光棋子却透着古丽莎之意 看见盐冰云进了屋 察觉到儿子今天的心思有些怪异 盐若海向对面温和的一笑 说道,沈小姐今天心思不在棋上 前任北棋锦衣卫指挥时 沈仲唯一活下来的女儿 逃到南庆的沈大小姐窘迫的一笑 起身对盐若海行了一礼 又关切地看了盐冰云一眼 缓缓走出书房 出门之际,很小心地将门关好 盐若海看着儿子 轻声说道,出什么事了? 盐冰云沉默片刻之后 便将今天在监察院中 陈院长的吩咐说了一遍 小范大人肯定是要做院长的 盐若海疼爱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他的精力日后要放在朝中 具体的愿务肯定需要有人打理 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也为朝廷做了不少事 虽然在我看来还是年轻了一些 不过,小范大人如此信任你 你做院中提私,可要好好帮助他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 范贤对监察院日后的安排都是异常清晰的 范贤在监察院内除了自己的起年小组 最信任的就是颜冰云 他对颜冰云的安排并不怎么令人意外 不过,盐若海话风一转 叹息道,为什么会是提私呢? 你的资历,你的能力都还差得很远 他讥讽笑道,你又不是武大人 你也知道,那位武大人? 颜冰云愁苦说道 为父在院中的年头也不浅了 盐若海微笑说道 不论怎么说,这也是件好事 门没有光啊,为什么你如此愁苦? 那段话,后面的两句是什么呢? 颜冰云忧心忡忡说道 哦 颜若海单单说道 那是两句很大逆不到的话 不论是谁说出来,都是会死的 颜若海微笑说道 当年曾经有人说过那句话 所以就连他也死了 不要想太多了 颜若海叹息说道 院长大人对陛下的忠诚不用怀疑 我看他老人家担心的 只不过是陛下之后的事情 所谓忍辱负重 自然是只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保存自己的实力 以待后日 他盯着儿子的双眼 一字一句问道 或许你要成为卖主求荣的英贼 万人痛骂的无耻之徒 这种心理准备你做好了没有? 颜冰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 只是异常平静问道 父亲,如果,我是说如果,让你在宫里与院里选择 你会怎么选择? 选择的是什么? 不言而喻 颜若海用一种好笑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儿子 叹息道 傻孩子,我自然是会选择院里 如果老院长大人对我没有这个信心 又怎么会对你说这么多话? 颜冰云苦笑了起来 没有想到父亲竟会回答得如此简单明了 他沉默半息后,很平静地说道 我是您的儿子 所以,那种心理准备,我也做好了 委屈你了,孩子 颜若海忽然无头无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些年 确实有些委屈他了 庆国的皇宫之中 一片墨一般的夜色 层层公园散发着冷漠诡异的味道 庆国皇帝穿着一件舒朗伯服 站在太极殿前的夜风之中 冷漠地看着殿前的广场 享受着难得的凉意 在太极殿的边角 服侍皇帝的太监宫女都安静地避着这里 而那些负责安全的侍卫们 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确保自己不会听到皇帝与身边人的对话 陈萍萍坐在轮椅上 轻轻抚摸着膝上的羊毛毯子 叹息道 慢慢来吧 小孩子心里的怨气 我看这些年已经抚平了不少 皇帝微笑说道 其实在小楼里 那孩子应该已经原谅我了 只是总感觉还是有些亏欠 陈萍萍用威尖的嗓音笑着硬道 几位皇子之中 如今也就数他的权势最大 该给他的都已经给了他 他虽然宁歇 却不是个蠢人 当然能清楚陛下的心思 怕的却是他不在乎这些事物 皇帝的眉宇之间涌出一丝笑意 年关的时候 他非要去范式宗族祠堂 这难道不是在向朕表露他的愿意 皇帝不等陈萍萍开口 继续说道 朕可以给他名分 但是 现在不行 你替朕把这话告诉他 陈萍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太后还活着 皇帝总要看一看老人家的脸面 不过从这番话看来 范贤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 孤臣敢当 已经让皇帝对他有了足够的信任 陛下有心 陈萍萍笑着说道 其实像有心这种字眼 是断不能用在一代君王身上的 只是他与皇帝自幼一起长大 加之日后的诸多事宜 让君臣间的情分太不普通 朕有心只是一方面 皇帝缓缓摇头 关键是这孩子有心 而且他有这能力 北齐的事 江南的事 焦州的是 让朝廷得了面子 又得了理子 而且这孩子一不贪财 二不贪名 实在是难得 陈萍萍沉默片刻后说道 是不是要把他调回来 不慌 皇帝淡淡说道 宁家还有尾巴没有斩掉 你前些日子入宫奖的军山会 让安芝在江南再扫一扫 是 陛下 皇帝忽然反手握住了轮椅 将轮椅推了起来 沿着太极殿前的长廊 行走了起来 一面推 一面笑着说道 你年纪也不怎么老 这些年却是老太避险 这大热的天气 怎么还盖着羊毛毯子 也不嫌热得慌 费剑那老小子 到底给你用过药没有 便是要死了的人 费那个要钱做什么 陈萍萍花白的头发 在轮椅上横飞着 陛下放手吧 老奴当不起 只有在二人单独相对的时候 陈萍萍才会自称老奴 朕说你担得起 便是担得起 皇帝平静说着 想当年在成王府的时辰 你是宫里赐过来的小太监 打那时 你就天天伺候我 如今咱们都老了 你伺候我伺候的断了腿 朕帮你推一推 又如何 陈萍萍缩着身子 半闪后叹息道 有时候回忆起来 似乎昨日种种 仿佛还在眼前 奴才似乎还是在陪着陛下 与晋王爷和范尚书打架来着 皇帝沉默了片刻 然后叹息道 是啊 朕前些日子还在想 什么时候 如果能回丹州 看看就好了 皇帝出巡 哪里是这般简单的事情 所以陈萍萍想也未想 直接说道 不可 皇帝微笑说道 你又在担心什么 陈萍萍知道 皇帝去丹州的背后 一定引着什么大动作 他似着声音缓缓说道 您下决心了 皇帝想了一会儿后 摇了摇头 说道 还没有 不等陈萍萍开口 这位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冷冷说道 朕与你 当年都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人 眼下这些小打小闹的小丑 还不足以让朕动心思收拾 只是有时候也很贪心 如果云瑞真的有能力说动 那两个老不死的出手 借着这件事情 完成咱们君臣 一直想完成的那件事情 岂不是很美妙 太险了 陈萍萍叹息着 心里却在想着 怎样让陛下的心意 更坚决些 皇帝微笑说道 这天下 不正是险中求吗 远处的宫女太监们 远远看着这一幕 看着陛下亲自替陈院长 推轮椅 不免心中震惊无比 也是温暖无比 如此君臣佳话 实在是千古难见